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面很温馨 若一姐很漂亮 看得出Kimi对魔术是相当热爱的 众所周知 让孩子学习魔术 能他们开发智力 孩子在学会魔术后 在人前表演也可以令他们赢得自信 自豪与骄傲 除此之外 魔术的学习还能让孩子学会开心 轻松 如今正是暑假之际 我们家长们不妨抽时间和孩子一起学学魔术 增添点乐趣 那么还有哪些活动可以帮助家长们去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呢 第一 单孩子外出旅游俗话说 读案卷书 不如行前礼物 孩子们在学校念书都相当忙碌 难得的假期家长们可以带孩子出去实地见见书里的试迹 看看语文克文里的桂林山水 黄格楼 去品味古人赞赏过的建筑或景色 让他们在旅游中增加见识 丰富阅历 第二 坚持体育锻炼好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也是学习和生活的前提 在上学期间孩子可能会输于运动 假期的时候我们做家长 那就应该带领他们锻炼身体 每日参与体育运动 既有利于他们强壮身体 也可以帮助孩子们长身高 家长再和孩子一起跑步 打羽毛球 游泳的过程中也可以增进亲自感情 第三 选择孩子感兴趣的项目 去学习长达两个月的暑假